12月31日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 在这次旧迎新之际 各大电视台、网络平台都会举办跨年晚会 又是群星云集的一天 又是观众们不知道眼花缭乱 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的一天 随着元旦假期到来 人们都有足够多的空余时间来观看晚会 这已成为大家休闲娱乐的一个重要项目 在众多跨年晚会当中 某平台举办的2021最美的夜跨年晚会值得一看 该平台最近几年发展的相当不错 邀请的明星也越来越多 而且咖位都很高 最美的夜跨年晚会 群星云集 冯提莫献唱 送你一朵小红花 由于是网络平台 所以这当跨年晚会通过网络渠道播出 以直播的形式和观众互动 最美的夜跨年晚会邀请了不少明星嘉宾 比如冯提莫 周深 阿云嘎 凤凰传奇 法老等等 可以看到 大多数都是歌手和舞者 从嘉宾阵容不难看出 最美的夜跨年晚会以才艺为主 节目以唱跳居多 该平台基本上没有邀请那些纯流量明星 在这么多嘉宾当中 冯提莫的表现备受期待 由于冯提莫跟该平台之前 一直就是合作关系 所以冯提莫受邀参加这档跨年晚会 粉丝们并不觉得意外 最美的夜跨年晚会开始之前 很多相关海报出炉了 可以看到冯提莫跟周深 凤凰传奇这些知名歌手出现在一张海报中 看来冯提莫的咖位已经相当高了 那么冯提莫这次跨年晚会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冯提莫是一位专业歌手 唱歌是他的强项 从晚会彩排照片可以看到 冯提莫拿着话筒申请献唱 应该是献唱一首单曲 随着跨年晚会开播的时间越来越近 冯提莫具体演唱哪首歌曲 终于有了答案 这首歌曲就是 《送你一朵小红花》 值得一提的是 这首歌曲是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同名主题曲 由已是歌手赵英俊创作 传唱度极高 后来被圈内不少明星歌手翻唱 最美的夜跨年晚会 冯提莫要和一枚爱唱歌的蛋一起 献唱《送你一朵小红花》 后者是一位网络红人 唱功也不错 相信他能够和冯提莫完美配合 最后 让我们期待最美的夜跨年晚会顺利开播 一起庆祝新年的到来吧